大家好,今天我们进行Charlotes的ATP-Utos模块的学习 Charlotes就是帮助我们把工具类给抽象成了一个更具拓展性的帮助类 比如Gate请求,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开发中 通常Gate请求会把一系列的请求参数挂在请求地址的后边 会拖出一节长长的尾巴 这里我们可以像Post的请求一样把参数组成一个对象直接封装到请求方法中 从而省去拼接UIL的麻烦 同时也可以自定义一些我们自己需要的属性 下面我们来进行ATP-Utos的Gate和Post的请求 我们就使用这个接口 这里是接口文档 我们先看一下 它需要一个请求头 请求头是API-K和一个请求参数 参数名是City 好,我们接下来在代码中实现一下 我们首先先定义一个Button 给它声明一个ID 就叫get 再声明一个test get 好,我们再来给它注解一下 add event or.id.id.get 添加一个点击事件 priorate-oreget 这里把will传进来 OK 首先我们需要声明一个 http的get模块 x.http.get OK我们看一下它的参数 可以看到它需要两个参数 一个是request paramus 一个是callback 所以我们在这里 新建一个request paramus request paramus 等于 new request paramus 这里它需要传入一个 UIL及我们的 请求地址 我们在这里 上面一个stream 然后把这个地址复制给它 把UIL传进来 OK 然后我们给它添加参数 paramus.add 4dayparamus.add 是一个建置对模式 第一个是city 然后我们传入默认值北京 然后它还需要一个 头部参数 set header 参数名是apik 然后传入apik OK 这样我们的paramus就声明完成了 我们把它传入到get方法里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一个callback 回调 new callback 这里我们以stream接收 然后我们需要实现这个接口 没有实现的方法 OK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on success 这是成功回调的方法 on error 失败回调的 这个是主动取消回调的方法 主动取消回调 这个是请求完成的回调 最后一个是缓存 它默认的返回false 就是不使用缓存策略 好 我们在on success里边 对它进行一个内容的显示 这个布局文件里边 有一个test view 我在这里已经实现声明了 我们就用test view 进行显示 tv.setText 把result传给它 好 之前我们可以再定义一个 delgut progressdelgut progress 传入上下文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信息 set message 请稍后 然后进行一个显示 点show 在它成功的回调里边 进行一个cancel 关闭它 在它完成里边 也取消一下 progress 点cancel 好 这样我们这个请求就写完了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好 我们点一下get这个按钮 可以看到 这个test view 已经显示出来了 请求到的数据 这是一个天气预报的接口 好 这样我们这个get请求就完成了 post的请求的话 是和get的请求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里改成post 就ok 剩下的操作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再运行一下 还是这个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请求成功了 它这个接口是支持post的也支持get的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chartels的文件下载 我们以这个链接为例 它是会下载一个apk文件 好 好我们再上面一个button down 给它面面为down 好我们再写一个event r.id.id.down private.wet.down 接收一下view 我们先定义一个string圈 把这个uil复制给它 我们复制一下 好 换行删掉 ok 然后我们同样先 同样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一个requestparamers 等于 newrequestparamers 把uil传给它 接下来我们定义一下 这个文件的保存固定 set set save fuelpile pass 这里传入一个路径 我们就以sd卡的根目录为准 enveriment enverment enverment 这个可以设置文件的自动命名 给它传一个处 OK 这样我们就配置完了 然后我们调用post的方法 atp.post 这里需要传入一个request params 这里下载文件我们需要一个progress的callback 我们留一个progress callback 好 这里接收一个fail文件 我们实现一下它的接口 同样前几个 这是成功的回调 失败的回调 取消 这个 这个waiting是网络请求之前的回调 unstart开始请求的回调 loading就是边请求边调用的方法 我们可以在这里对文件的大小进行一个输出 或者一个进度的输出 我们定义一个log test current是当前的进度 等于 最后我们在on success方法里面对下载的apk文件进行一个安装 最后我们在on success方法里面对下载的apk文件进行一个安装 这里我们直接启动一个activity就ok了 调用系统的安装方法 我们复制一下 好 这样下载文件这个步骤就完成了 我们运行一下 清空一下log 好 我们点一下down这个按钮 ok 这样文件就下载成功了 并且进入到安装界面 到这里我们的下载操作就完成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 这个电脑 请你们明a 请你们明a 安装 致 hacer